相信大家在点开Premiere或AE时,应该都有遇过这样的问题,就是找不到放大界面字体的地方。 我一开始也想说用习惯好像就没有感觉了,直到后来原本的17寸笔电换到34寸的显示器,我就发现这个问题真的不解决不行,因为实在是太伤眼睛了。 嗨大家好,我是阿诚,看到这个标题点进来的你,想必或多或少,都有在剪辑影片上遇到问题。 接下来我会持续分享我过去9年,从零开始学剪辑所遇到的亲身经历,如何解决问题以及一些剪辑的技巧、想法,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,让你能够在剪辑这条路上越走越顺,越剪越快。 我们的眼睛是灵魂之窗,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们,解决界面字体太小的方法只需要几个步骤就好了。 首先打开我们的Premiere,来到这个界面,按住Ctrl加F12,会弹出一个控制面板,点击右边的三条线,在选项中选择这个选项,搜寻Fund,你会看到这个选项。 因为软体本身的原始质型大小设定是12,你可以设定成你想要的大小。 设定完成后关掉Premiere,再重新打开就会看到界面的字体变大啰。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A1。 再补充一个小设定是,开启Premiere的双语界面,但注意这个只有下载简体中文版才能这样子。 跟前一个步骤一样,在控制面板里找到这个选项。 系统预设是false,我们只要把它打勾就会变成true,然后关掉视窗。 之后就会获得中音双语界面。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,或是有帮助到你的话,请一定要记得按赞订阅我的频道,并打开小铃铛。 我会持续分享更多剪辑,影视相关的资讯。 我们下一期的影片见!